姚梦姐走了上来 拉着她的手说道 再过不久 你应该就可以独挡一面了 了不起的女企业家 还这么年轻漂亮 周静茹淡淡的一笑 谁稀罕呢 随即察觉到自己这句话 带着情绪 让人不太好记 随即又对叶少阳说 少阳哥 我们出去吃饭吧 今天晚上我请 好 我先去换个衣服 叶少阳起身上楼 姚梦姐连忙跟上 来到二楼 叶少阳立刻听到了一阵歌声 从过道左侧的一间房间里传来 从跟前经过的时候 叶少阳透过窗户看了一眼 这一娃带着几个修女徒弟 跪在地上 手持十字架 正在进行礼拜之类的活动 几个人一起唱着歌 姚梦姐从后面拍着拍叶少阳的肩膀 对他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叶少阳点了点头 偷归别人的宗教行为 本来就不礼貌 于是轻手轻脚地离开 让姚梦姐在外头等着 自己回到房间里 见林三生在屋里 站在窗口发呆呢 什么时候回来的 叶少阳把门关上 一边找衣服一边问道 早就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一言难尽 我得出去吃饭去 你 你在干什么呢 林三生耸了耸肩 我又没什么事 本来就在这等你 晚上要跟你一起去清明界 你是要今晚去的是吗 是啊 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吃饭 我又吃不下 去做什么 我还是在这等你吧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叶少阳也不强求 跟他聊了几句 便出门了 姚梦姐没带管家 三人乘坐周静如的车出去 少阳哥 对了 你不开车的吗 姚梦姐突然想到这个 好奇地问道 我正在学 没驾照 也没钱买车 不会吧 姚梦姐笑了起来 有点不敢相信 叶少阳说 是真的没钱买 自己之前全部家当 都用来买房子了 还是周静如给打得遮 才勉强买得起 最近虽然刚赚了三十多万 老姑爷打给自己了 不过这也算是老婆本 叶少阳本没想过用来买车 周静如说 少阳哥 你喜欢什么车 不过 叶少阳抓了抓头发 自己对车还真是一无所知 基本上只知道宝马奔驰什么的 周静如想到这一点 就笑了笑说 什么时候有空 你研究一下 然后告诉我车型 我送你一辆好了 啊 送我一辆车 叶少阳瞪大了眼睛 笑了起来 白手说道 虽然咱俩关系好 但这个真使不得 等我学会开车 找你接辆车开 还是可以的 周静如也没有再坚持 自己开始打主意 姚梦杰作为一个实际上的法国人 对中国菜很有品尝的欲望 尤其是地道的火锅 于是周静如请了一顿海底捞 跟周静如在一起 姚梦杰也没摆谱 让管家送什么红酒 周静如自己带了香槟酒 边吃边聊 虽然跟周静如有阵子没见了 不过叶少阳跟他之间 也一点没有陌生 聊得很开心 趁着姚梦杰去卫生间的功夫 周静如突然问叶少阳 你觉得凯瑟琳怎么样 人还可以吧 怎么问这个 周静如笑眯眯地说道 他还没有结婚呢 也没有男朋友 叶少阳猛然回过神来 喂 我对他可没什么想法 开玩笑了 周静如换了一张严肃的脸 趴在桌子上低头说道 凯瑟琳的家事 你也已经知道了 你最好别离他太近 叶少阳耸了耸肩 喂 你把我当成色狼了 我也知道高攀不起 也没什么想法 周静如说 少阳哥 你给他当保镖 我没有意见的 但是别太逞能拼命 保护好自己 才是第一位的 叶少阳笑了笑 你跟他不是好朋友吗 他要是听见你这么说 肯定很不开心的 他说好朋友没错 但是你 总之 就算我自私一把吧 谁出事 我都可以不管 只要你安全就好 周静如定定地看着他 眼波如水般纯净 叶少阳内心深处震动了一下 点了点头说 你就放心吧 我有分寸的 我就是不放心 周静如瞠了他一眼 我可是知道你的 你一见到美女 就丢了魂了 人家说点好话 让你干什么都 皮颠皮颠地去 说完 自己忍不住 无嘴笑了起来 叶少阳尴尬地挠了挠头 而后证了证色说 那个 我其实也不是 对每个妹子都这样 两人隔着餐桌 相识望着 周静如听懂了 他这句话的意思 微笑起来 吃完饭 周静如本来还想 请他们去看一场话剧 叶少阳惦记着 跟盗峰的约定 跟他实话实说 周静如也理解 于是开车 送他们回去了 孟杰 你等一下 客厅里 叶少阳叫住了姚孟杰 把下午经历的事 说了一遍 姚孟杰听了之后 表情也略微 起了一点变化 虚奇说道 他们果然是找来了 叶少阳望着他说 我不逼你说 不过我确实很想知道 他们是谁 我怕他们继续伤害无辜 如果别人因为你而死 这也算是你的原罪 姚孟杰垂下了眼脸 站了起来 对叶少阳说 你抬起脚 叶少阳愣了一下 不懂什么意思 抬起你的左脚 看看你的鞋底 叶少阳一听 狐疑地抬起了左脚 看了一下鞋底 好像什么都没有 姚孟杰又让他抬起右脚 只见脚底板粘着一片树叶 叶少阳不以为意 疑惑道 你到底让我看什么 姚孟杰走了过来 伸手抓住那片树叶 撕了下来 扔在地上 树叶居然收缩身体 在地上蠕动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 叶少阳吓了一跳 一种水溪虫 是水质的一种 姚孟杰说 经常被吸血鬼放出来 贴在人的衣物上 用来追踪对方 不管走到哪里 吸血鬼都可以感知到它的存在 姚孟杰说着 指着指还在地上 如动的水质说道 你要打火机吗 烧死它吧 这东西很难杀 刀子一类的 对它都没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